2016年7月8号 不过才一个月前 今年的首台尼伯特 夹着17级的强风 把向来美丽宁静的台东 吹得面目全非 市居在此的长辈都说 活了大半辈子了 没见过这么大的风 这么惊险的景象 以中高龄者居多的台东相亲 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慈祭在灾后的第一时间 紧急动员 只是台东的幅员广大 光要靠当地志工 实在无法应应 花莲志工第二天赶底 各区接力 从9号到17号 出动了2286人次的志工 安息家访 5495户的人家 以发放生活补助金 和助学金的方式 鼓励居民一起走出来 清理家园 漫目创意的市容 就在国军 志工和居民的通力合作下 一星期后 陆续恢复样貌了 然而大爱泉记录采访小组 我们在灾后一个月持续观察 却发现 看来井然有序的街道两旁 被吹坏的铁皮屋顶 依旧是用反部盖着 原本仰赖 打零工为生的居民 因为大片大片的世家园 老叶田没了 茫茫然的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台东复原工作 看似已经告一个段落 但是进一步地走进 他们的生活里会发现 受灾相亲还需要大家 更多更长远的关心和帮助 太马里 南回公路上的热门观光景点 无敌海景让它成为日生之乡 却也因为领海 成为尼泊特台风的重灾区 其中香兰村三百多户人家 人口只有一千多 是老人和小孩居多的 典型农村聚落 几年来 好不容易才从莫拉克风灾中 站起来 2016年7月8号 尼泊特强风一扫 香兰村再度变色 你看我们这个环子都破掉了 都没办法睡觉了 全部都空空的 好像是透天出了 我们上面 要先盖 盖那个黄布 不然现在也没有钱 还少而已 本来叫全部都是沙 你看那边还有 李芝怡的家 位在台九县上 是香兰村受灾最为严重的一户 已经见光的天花板 迟迟无法修复 屋顶只能暂时用帆布盖住 没钱就没办法修啊 因为这个花费都二十几万啊 你有请人来沽过吗 有啊有啊 那时候他怎么跟你讲 他跟我讲说 这个一瓶好像三千多块吧 三千多嘛 全部起来 差不多加起来 还那边 我们的储藏室 差不多 差不多二十 二十桶 要 那你要等到什么时候 那就要看看了啊 这样啊 我就睡 我就睡这边啊 我老公就睡那边 这样啊 我就睡 我就睡这边啊 我就睡这边 可是晚上哦 都是那个车子 变变变变 好像在地震 没办法啊 没办法啊 你这样不是都睡不好 失眠 对啊 我就是这样啊 这两天比较 上阵子都想到都会哭啊 家至今无法遮风避雨 农作没恢复 李之仪连林工 都没得打 睡在货车上的日子 不知何时才能结束 有时候我想到 我就会哭 因为甜梅儿 因为不能 现在也不能重视 没有失家 什么都没有 钱梅儿 还值梅儿 有时候想到 都会掉眼泪啊 因为我们村里也是很多 都像我这样啊 也都是甜梅儿啊 甜梅儿家 也是这样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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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姐 现在要去哪里 要去泰马里做一整 好 好 风灾后半个月 慈濟人持续关心着受灾的乡亲 大衣王来解忧郁 李之仪则用当志工来放松心情 第一次比较大 不然当志工还没穿成 还没穿成 你还没穿成 你还没穿成 每个晚上都可以看 住那个五星级的啊 有星星有月亮的 怎么不快乐 要怎么办 高兴也一天啊 哭也一天我何不高兴 对不对 但是本来很多人 就会比较开怀的啊 还有大家 在做爱心的好多 不是我们而已 也是好多爱心 真的 这人怎么办 现在很辛苦 很辛苦 如果脱下来 占不住 算得占不住 好感情 好感情 巴莲慈濟医院 特地选在泰马里抑止 要让村民们把受灾的新生 好好清土个够 四个够都抑了这么清 这样啊 都自己捏捏捏捏 不然就自己捏捏捏捏 这样 不然就自己捏捏捏捏捏捏 不够了 就这样 自己捏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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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的 看的 都 整个 整个锅 通常都是这些东西 不够了 这一家来 没有厨房 对啦 电视 便秀 没电 没水 那也很可怜 对啊 好 坐好 坐 坐好 坐 坐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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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这个米啊 米啊 要吃 就是让它平安地下来 又怕生活人家 邻居整个那个 那现在要两个来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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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在当天 台东地区慈禧之工就动了起来 第二天 开始各地的志工陆续前来帮忙 7月10号 鼓励受灾乡亲站起来 站出来 提供生活补助金和助学金 一个星期 参与人数超过千人 同时间也分多条路线 进行安心关怀家访 一千 主项保余心名也保余 是吗 是吗 不要紧我们人平安得更重要 对啊 心的少不容易 不要紧 不要紧我们心有佛祖 沒關係 心有佛祖 有佛祖 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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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姊姊他们是副班长的爸爸妈妈 对 副班长刘文祥的爸爸妈妈 对 就是很热心的那个 对对对 他带着我们这几天啊 他说带证都是他带着大家 安排路线 然后哪边需要去打扫 或是清理的 都是他在规划 带着大家一起走 所以他爸爸妈妈妈也是宿灾 对 爸爸自己也宿灾 他的心情比较不好 他心情不好 他会骑人 都会让他烧烈烈烈 你今天开车 你特地把家里 那个车子里面东西都拿下来 要载什么 请你帮我们载什么 那你就载东西 我去讲 对啊 谢谢你 不会车 我们的移工带证的 我们都称他为副班长 叫刘文祥 他不是这个社区 他是刘文祥 自己家里受灾 慈激志工家坊 依然全程陪伴 来啦 爸爸 我跟你说 这是妈妈嘛 这是爸爸嘛 对吗 你们车感觉 跟你有点多 感觉 感觉你抱抱有吗 不要啦 来啦 抱一下啦 对啦 要爸爸 妈妈一起啦 你要跟爸爸妈妈说 爸爸妈妈我爱你 我爱你 对 跟爸爸妈妈说 感恩你 爸爸妈妈感恩你 我爱你 对啦 你不需要照顾 你也要照顾好 你也要照顾好 不喝酒啦 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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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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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沒有蓋泥土的話 全部掛了 這個是粗的 它那個倒下去 粗的沒有用 要記掉 用電剪剪不掉 一定要用電剪 現在要去私家園嗎 要去維修嗎 對 要去護耕 看可以救多少 不可能重新來過 重新挖過 它的成本太高 那是快 但是理會沒有收入 五年沒有收入 所以必須把它救起來 明年它富裕成功 明年它就可以幫我生產 幫我生產 今年不用設放 今年可能困難度很高 今年困難度 像這個困難度要生都很高 因為它冒心牙的 等到下個月還可以減肥 所以這時候價錢不會好 因為前台東差不多這樣 不好看 真的不好看 好 今天先做這個 用這個電動剪是要做的 要剪汁的 剪汁喔 要剪這個 因為它受損都要剪掉 太多的話它存活不了 一定要減少它的質幹 它才有後面的機會 可以 像我這邊都有整理過那一天 這個都整理過了 目前就這樣 現在這邊都很嚴重 從那邊 中邊開始整理到這邊 花了多少時間 五天 五天的話 一天大概平均六個小時喔 受不了十七級強風的吹襲 劉文香在海邊溢甲多的世家園 倒得倒 富裕至少得要兩年 先撐著 這樣 如果補夠的話 再做一支 再固定一邊 這樣就比較穩一點 這時候這邊再蓋土 這一區都要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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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根部手要蓋土 那可能 有可能 從這邊冒心雅出來 冒不出來就完蛋了 有沒有 我這樣蓋著 它根部在下面 我再放肥料的話 放有機會 這中秋節的嘛 這都沒有用了 可惜啊 那時候都 你看 這個都中秋節的 這個啊 這個都沒用了 這種的還能生 勉強生 一顆大概生 我是保守 我估計一顆 大概五粒就好了 要不然可能會死 給我看啊 尼伯特造成全台農損 超過九億 台東太馬里的世家 就佔了百分之七十五 損失高達七億 受創最嚴重 這附根大概要 如果重新來的話 這裡大概要四百顆 這樣啊 一顆如果苗一顆八十塊 四百乘以八嘛 四八的話 三百 三萬二嘛 苗的錢就要三萬二 它快兩公頃 全部都滑 如果你這樣重新來的話 你沒有收入 五年啊 不要這樣五年 大概最基本 就是三年沒有收入 沒有收入很危險啊 對不對 你又不能報失業 台東世家分夏冬兩季收成 劉文翔靠這世家園 每年至少可以有百萬的收入 這一期的世家 受到一月大雪的影響 已經延期採收 沒想到尼伯特一來 投資的成本全收不回來了 以前投資的 開始從正成長 現在是又回去 復成長了 十二年來 每次就三四年 來一次台風 那我好不容易 要復根起來有沒有 才開始往上走 又來一次台風 又回去遠點 連續三次了 三次還四次了 我說這樣都沒有什麼賺頭 我本來之前跟我兒子講說 如果你在外沒有工作 阿公爸爸這邊還有田地 讓你做還有飯吃 你只要肯努力的話 還有機會你們比較年輕 結果這一次這個風災我看 打死我就跟兒子講 你在外面你不要給我回來 這邊啊 台風不見了 這個新的喔 這個花了八千塊 所以那天以工帶證 剛好可以補這個 補這個新的 就著它回收去嘛 折合就是八千 這才新的 從廚房進去喔 進來 慈濟給的生活補助金 及時發揮了效用 但整個房子要修到好 缺工也缺物料 這個電源關掉 三樓電源關掉 我不敢開啊 為什麼 我怕 剩這一盞有燈而已啊 有沒有 剩這個有燈啊 這個現在 這個有蓋了喔 補而已喔 看好喔 補而已喔 有沒有 沒有翻上去喔 只有補而已喔 這一定漏水喔 對啊 那邊也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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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洞有看到陽光了 你這樣子修這樣多少錢 蓋上面而已喔 兩萬八 那那個冷氣是怎麼回事 這個冷氣從這邊衝出來 颱風那天 整個從這邊衝下來 那它是整個破衝到 它真的厲害 它這一台 沒有衝到這裡 我是有拉過來一點點 另外一個更誇張 哇 這個就沒有辦法吃了 你看 它冷氣是衝到這一項 我把它拉過來的 對 就打到那裡 整個衝到那邊 還有那天晚上 小朋友是當兵 沒有在那邊睡 對 尼伯特在台東造成的災害 幾乎涵蓋整個區域 但光是香蘭村 就有上百戶的房屋毀損 原物料 就地涵漲 本地的修善師傅 炙手可熱 一個月了 這樣的現象 卻沒有人管 找不到人啊 你根本鐵材那個 你要蓋有沒有 像這個三樓 那個三樓 它沒辦法蓋啊 沒人啊 台東也出狀況 泰馬里也出狀況 紙美也出狀況 鐵工的鐵材的 都是叫做 所以這邊有漲價 有漲價嗎 聽說有 有一家去報九萬多 去問別人 然後說大概九萬多 另外一個來報價 一開就說二十一萬 拜託一個九萬 九萬七一個二十一萬 那問題是差在材質 有差那麼多嗎 早上慈禮 在向胡祥 報榮 請行為例 歡迎民眾 永遠參加 謝謝 慈禧師要 跟憲政委要人 幫這個七塊 來做更好的幫助 它有幾個方式 第一 很多人說 我要原地重建 對不對 但是現在的法鏈 你要在那裡 上去 你要分割什麼建築線 什麼都要 所以變有很多困難 位在出海口的襄南村 房子毀損嚴重 台東縣政府計畫 尋求民間力量 為村民興建永久屋 大哥你會希望蓋永久屋嗎 如果有規劃當然是希望 因為它會 它這個會發展性的 永久會它蓋下去 你住那裡 那你以後的地是釋放 這個還是沒做 它有規劃我差很多 因為地價也會暴增 然後景觀也很好 這一幅美麗的未來藍圖 劉文翔很認真地聽著 只是轉過身回到家 受災鄉親們還是得先解決 眼前期待修補的家園 很多人家裡面狀況都是鐵皮屋 雖然說雨勢沒有非常大 沒有造成淹水 但是鐵皮掀起來 那雨水還是直接灌進去 所以說很多人家具 幾乎都有泡到水 尤其現在的家具 很多都是那種密集板 木粉壓起來的東西 一點點水它馬上就壞掉了 所以說這一次家具量滿大的 慈濟職工在在後的第三天 就以生活補助金 助學金 號召大家親幫親 零幫零 獲得熱烈響應 其實在受災現場 我們也可以看到 來自於四面八方的愛心 都動起來了 無論個人或團體組織 精神令人感動 但是震災除了秉持一份熱心善念 如何專業的分工 有效調度 以最快速有效率的方式 提供及時的幫助 也是災難形態 越來越多樣化的今天 大家都必須要思考的課題 像是2014年高雄氣爆後 台積電結合了建廠的夥伴 進駐高雄 直接幫災民來修屋補窗 鋪設便道 那麼今年年初 台南地震時 好人會館是 木二手家具和家電 直接送到了有需要的人家裡 而這一次呢 台東風災 寧寧退去之後 很多人的家還是避不了風 遮不了雨 也需要現場的物資 跟著大愛全紀錄我們的鏡頭 就一起來看看 我們是否還可以做得更多更好呢 附近的車子 給你客人 今天要去哪裡 你現在要去哪裡 現在要去哪裡 現在要去嘉蘭村 送烏芝嗎 送烏芝過去 嗯 送烏芝過去 送烏芝過去 之前就有送过一次 他们有一个太太 她需要缝纫机 上次没送到 这次送一台缝纫机过去给她 还有一些其他物资 她是好人会馆的黄书彦 尼泊特重创台东后 她老是从台北往台东跑 为的是把这些二手家具 送到有需要的地方 我之前送三趟还是四趟了 其他不同地方 都是台东 因为面积太大了 很多地方对我去 那你这样从高雄开过来多久 高雄开过来应该 这种车差不多快四个小时吧 所以大早就要出发了 今天还要开回去吗 今天应该 我等一下会直接去花莲 然后看情况可以的话 就直接回台北 哇 所以就等一晚到一起 对啊 对 这边到了 对 对 可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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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意插一包的吗 哈啰 我是上次送东西 就前两天送东西 我知道 你没有联络那个吗 没有联络不到他 天小姐 对啊 是哦 今天又栽一堆东西来 栽一堆来吗 吃的比较多了 辛苦了 不会 辛苦辛苦 你又来了 2015年苏迪勒台风重创屋来 好人会馆开始注意到灾区有家具的需求 于是在网络上 蒸木集结全台各地的二手家具 由他们送往灾民手中 差不多四五趟 然后就台东市嘛 然后富丰社区啊 还有美河村 然后这边两趟 啊 大王村又有一趟 这个你要先拿起来吗 他这个会掉出来 因为很多人家里面状况都是铁皮屋嘛 很多状况这样子 然后铁皮那时候 风来把铁皮吹起来 虽然说雨势没有非常大 没有造成淹水 但是铁皮掀起来 那雨水还是直接灌进去 所以说很多人家具 几乎都有泡到水啊 尤其现在家具很多都是那种密集板啊 木粉压起来的东西 一点点水它马上就坏掉了 所以说这一次家具量蛮大 尤其是床垫床架这种东西 反而跟当时候 我们在送台南家具相反 他家具那时候床垫床架比较不需要 那这一次反而比较需要床垫床架这样 那里 哪里 要不搭不搭不搭 上次送满满的一下子 一天就马上搬了 都连逛逛 对啊 还有人在登记 这是登记的 对第二次 对第二次 三次拿的就不能拿了 不管是一个两个都有登记 那个秋美姐妹她有登记 也有后面的弟兄姊妹也要啊 也要喜欢闯步啦什么 所以很需要 六年前 嘉兰村就受到巴巴风灾的影响 防射毁损超过六十户 六年后再碰到了百年强风 重建家园还得再来一次 这边很重哦 真的吗 有人力有技术啊 但是物品不够啊 对啊 因为像我们也有跟一些公部门联络啊 看能不能把一些资源先放出来 但是程序太多就比较复杂 比较麻烦一点 那就只能从民间来 民间来的话就可能就是需要一点时间 让大家知道 这个地方需要这样子的东西 那我们外县市有没有可能 可不可以来赞助或是帮助他们这样子 好人会馆是从花莲青少年协会 在串联出的新型NGO团体 他们努力在台湾偏乡地区 帮助农民也帮助灾区家庭 不只把二手家具送到台东 也要把灾区的农产品再回去 其实是双向的互助而已 农村跟都市的互助 都市里面不需要东西 其实农村里面都需要 我们就是刚好在做这两端的往返 就想说我们每次要在农产品都空射过去 那为什么我们不把都市用不到 但农村用得到的东西 把它一起满得过来 然后我们就把东西农产品上车 又满得回去这样子 对我们来说的经济效率比较高 然后整体来说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互助方式 一二三四五五 够了吧 够了 三百元 辛苦了 好货 自己开车 自己送货 你真的 神祝福你 好 不同的物资 哪一份 不同的物资 哪一份 这个是台北好人会馆赞助的物资 等一下就是每人献哪一件棉被 这个哪一份还有什么的 可以各自挑这样 就是现在就是村民很多屋顶都掀掉了 所以一些棉被家当都撕掉了 所以这个棉被是很需要的那个 所以今天送来多少 大概有二十件的棉被左右 厚薄应该有五十件左右吧 还有一些衣服 衣服 一些名声用品 牙膏 牙刷 沐浴乳什么都有 哪里有什么 棉被 棉被 毯子 还有呢 洗髮乳这些 为什么需要这些东西 洗衣服啊 阿嬷要穿的 台北台这里 他们要工作啊 有需要 有需要的 不要说那些 有需要的 好人会馆送来美和村的物资 会先集中在留属奔的家中 统一进行发放 不要拿整叠的 很胖 往后会有好长的一段时间 我们完全没有收入 因为老叶园 四家 红龙果 前岛了 会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收入 然后是 就是有这些物资 起码一段时间我们不用再花钱去 去 就是不用再花这笔小钱 这样就对了啦 而且你们在 削衣服啊 对啊 有孩子 因为 家里有小孩子 有的衣服有的被风吹不见 没有什么衣服可以穿啊 就可以就看啊 可以穿就看 怎么没有想说买再重新买 买这次房子 五点飞走了啦 就是房子要花钱啊 所以可以的话就是 可以省就省 房子要花很多钱 我们是排老叶啦 目前这辈老叶都倒了 就失业了 台东的老叶园 面积大约一千八百公顷 这次台风估计有九成的老叶棚 从家倒塌 而老叶田从种植 棚架到采收叠叶 造就了当地许多工作机会 全台东 二十几万的人口 从事老叶相关工作的就有四万人 平均每五个台东人 就有一个人靠老叶产业为生 我们这个村庄就是农民积 应该是百分之九十九都是 都是靠这些农作物为生 那就是也跟着就是做工的人啊 他们的小孩子什么这样 像我这里原本是一个检业场 就是一些暑假小朋友来的 很好的打工机会 一天可以赚个几百块啊 今年也都失业了 是这样 那厢人还要离死 遥遥无奇 妈 我回来啊 妈 我回来啊 这有败啊 陈一贞的家就住在老叶园旁 尼波特把排老叶的棚架吹坏了 屋顶整个鲜飞 这个是刚换的 对 全部飞走了啊 妈妈只中风啊 没有 她的房间全部都没有办法睡啊 一定要 要移啦 包含妈妈姓移去跟我睡房间睡 没有妈妈台风停电又没睡 没办法就是要去 没有房间可以睡 而且妈妈姓让我睡了房间 所以我们睡地下这样 这原本是什么 这里是 今天我们会拍叶子的 那是拍叶子的桌子 全部都飞走了 天生的台风进来的时候 我第一个 我打开门 就是快要哭出来的第一个 我妹妹说你去不要哭 因为是从 我从小住在这边长大的 看自己的家 什么都没有了 飞走的时候 我说怎么办 我没有钱 我们没有钱 妈妈又这样 原本飞掉的屋顶 靠着嘉义的铁工朋友 换上了新的铁皮 这花了十多万 而掉下来的天花板 重新整修 花了一万多 这些零零总总的房屋修缮费用 几乎把家里的积蓄花完了 经济上面来讲 吃东西都要别人帮忙 对 像这边全部花的钱很多 说真的存在也是很健康的 你看那么多 很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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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啊 有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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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热就想 不说无理 他这个人坐着 你站起来有水吗 这样啊 我奶奶家都是背照的 对啊 就想 这样啊 不然坐着就这样啊 这样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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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本来住哪儿 住什么 本来没有住 我们住那两间 那这一间本来做什么 对东西本来是我先生要睡 就现在都不能睡了吗 啊 准不睡 他睡那边 所以现在这边这要重新装吗 真 真 不好意思 我这两间而已 我开不开 等一下 你看 这个也不是吗 这边也是二七八大 这在敲什么 敲脚材的位置啊 可以啊 李秀霞租来的房子正在赶工装潢 他希望今天能睡个好觉 今天才来用 天门 屋顶的差不多 两天 装好两天啊 三天 那你钱哪里来 借的啊 你没吃去一万啊 工钱 还有其他要借的 屋顶修多少钱了 三万八 算便宜吗 是很便宜的 那个两万 装房那两间 两万八 这个我不敢装 听外面有多贵 听到多贵 两千至少要有四万 四万 加工钱 然后你现在要两万八 我那个木材是 就那个没差了 也只有木板丁加强 两万八 你有全部都拆掉的话 十几万 那今天晚上会好吗 今天没有不好好啊 那怎么办 干啊 最慢 最快明天啊 明天应该就好了 早上 早上喔 很拼吧 很拼喔 嗯 哦 那还要打手 可以 早上 尽量 尽量早上吧 好啊 剩墙壁而已啊 两间的墙壁 那些也都不好叫啊 都不好叫 你从台东来的吗 对啊 艾婷 我都没可能给他拉拉拉拉 我老公一直拉 没有办法啊 工作接了就是要给人家赶 就是要给人家赶 就是要给人家赶 对啊 以为他今天会赶好 赶好 我就 我可以好好睡个觉 你这忍耐一晚啊 哦 我从水 那个台风到现在 我没有好好睡觉 我都晒啊 你叫我讲话 我真的 我搞不好今天晚上不能讲话 林伟奇三十岁 在台东市跟着爸爸一起学木工装潢 从尼泊克走后 他和师父们马不停蹄地为大家 赶工修房子 你有没有想说 希望更多外线四人开放 但是有是最好啊 对啊 可是现在很缺的人 都很 都现在每个都很缺 是 嗯 不只我们而已啦 水电的也很缺 然后里门窗的也很缺 铁工的也很缺 每个都很缺啦 你自己去吃去看 有些扛班都还没有做好的 一堆啊 这些电线哪来的 那个啊 人家拆掉要换了 有没有 剩下的我老公 人家要卖给我老公 我老公就是收啊 然后电线分啊 这样生活过来啊 老叶田毁了 连带工作也没了 修缮 装潢都是不小的开销 李秀霞好不容易才找到 打零工的机会 赚取微薄的工资 我田里没有经验 他不请我啦 我还想去做啊 去做一天我就赚到钱啊 这个就要看价钱啊 价钱好我就多一点 价钱少一点我就少赚 那你以前在台老爷的时候 一个月可以赚多少 一万五左右 尼波特虽然远离 但其实很多台东受灾相亲 都跟李秀霞一样 没了工作 却还要再支出数十万的修缮费用 未来的经济生活是一大考验 有的人是没有钱到盖房子 就不盖啊 就不盖啊 等到有钱再收了啊 那是哪里睡 地位上睡啊 我睡足房睡几天 蟑螂的都有 蟑螂 蜘蛛 蚂蚁 什么嘛 都有也要睡啊 要不然怎么办 台东在地的专业技术人力 和物料原本就很匮乏 灾后近一个月 原本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的资源 逐渐退出 复原工作更加缓慢了 这时候也只能靠在地的专业职工 肩负起修复工作 有什么问题吗 有这个加压力 對 不然你說聽電話中 還會有… 市場附近的電池也不會通常 就是這次的風車變成這樣 對 就是這次的風車去打電 不知道是電動的 是 不知道 這次是醫師的開關 是 這次是阿玛塔的開關 以為都不會過電 他是台東在地水電師父陳世峰 峰在後 他就跟著各個慈善團體 發揮他的專長到處幫忙 休了已經沒辦法 算了 但是一直從災後 隔天開始接到電話 就是一直都陸陸續續有出來 然後甚至… 我知道從第三天還是第四天 那時候慈祭就開始進來 然後那時候也就是 因為媽媽跟一些師姐 有說他們說這邊有這個需求 然後想說看我不會出來順利幫忙 這樣子 我們之前也是剛好修到有一間 它雖然說是一個小小零件 可是… 因為有些人 你可能去找到一些人幫忙… 一些其他水電來幫忙 他可能搞不好請你換整組馬達之類的 那那時候是剛好還滿幸運的 就是發現是其中一顆大概… 那時候大概花一百塊左右的 買一顆電容 然後就是當初幫他換上去之後 確實是OK就沒問題的時候 我相信那… 至少都是省了一大筆錢啦 那要讓我們轉換掉 轉換掉 轉換掉嗎 對 那要讓我們轉換掉 對 這要用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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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用來 沒關係 我們要用來 平安 就要用來 只要用來擲球 7月11號 發現台東有專業志工的迫切需求 此季基金會號召了30多位的專業人員 前往台東協助救災 受損的大部分都是鐵皮屋的比較多 那我們原則上這次的鐵溝會比較需要 那水電因為有的水塔什麼的 有的因為風來吹斷 還有水管吹斷 那水電也需要 那木工原則上我們看 縣長就幫我們協助這些 來做一個恢復這樣 風很大 所以塔巴這個蓋子已經吹不掉了 它這個壓力開關已經弄壞了 所以它就先卡到 先卡到 它就沒有水上來 沒有水上來 它就似乎沒有水可以用了 所以我們就來幫它弄這個開關 用回去 它包膠布 因為這幾天台風它沒有水上來的時候 這一台機它一直在打 然後我們剛剛就先把它做斷電的動作 因為這個墊沒有斷掉的話 它馬達一直打 容易把馬達會燒壞掉 陳世豐在災後就跟著其他慈濟志工 東奔西跑 也認識到志同道合的專業志工朋友 其實什麼東西都要碰 像鐵工就類似這種的都要 水泥工都要做 你們兩個是怎麼認識的 早上那個 被老婆騙過來台灣 她是被老婆騙過來台東 然後就在台東這邊認識 我們兩個剛好在台東這邊認識 都是一起被騙 兩個都被騙了 劉馬尼 尼泊爾人 也是台灣女婿 來台灣生活已經25年 因為吃雞又幫幫女婦 有酒菜 然後在台灣當然要幫女婿 而且我也是吃雞人 需要幫助的人 我們幫了以後 那個就是得到很快樂 那個就是錢買不到的東西 那個是很快樂的事情 我心裡非常感動 就是說他們這樣條條那麼多人 來到這裡 然後訪問我們阿民 然後給我們這個修繩這樣 我感到非常地感動 拜拜 接下來我想說 不管是說要蓋什麼大礙物 還是什麼之類的 你請義工 不管是志工還是什麼 就是完全無償的在這種地方 我相信會比較困難 工資比較低一點 然後讓你可以去 甚至做幫忙 然後還是說你也可以出來 去做我們講的做三四這樣子 然後看可不可以就是 找個雙贏的方式 然後我相信這樣 會比較有吸引力 槍台後 烏尼落葉已經散去 生活看似回復平靜 但重建的考驗才正要開始 台東的美景 濃厚的人情 是台灣的寶貴資產 歷經一次又一次的天災後 是否美麗如席 是否美麗如席 需要大家一起呵護 靈方靈 青方靈 向南向南一條心 耶 耶 再後一個月 烈陽照耀下的台東 看似恢復平靜 外表可見的損毀 也會逐漸地恢復 不過居民的生計 恐怕還需要兩三年以上 才能夠回復 如何為他們搭建起一個 可以抵擋時期疾風的安全住所 也是未來有待努力的事情 極端氣候導致的災難 不但頻率將越來越強 而災難的形態 也會越來越多樣 救援震災只會更加嚴峻 正言法師常提醒大家 卑至雙韻 要啟發慈悲心 也要有智慧有方法 而人與人之間的互助 互愛 互相包容 也才能夠讓人間和大地都平安 要把小草至於you 這附近購物 越來越嚯越 越來越好 如果挺有亞洲人會 越來越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